再来看看台湾网球之光徐静雯 近来在网谈发光发热 2月打下了伦瑟斯顿的女网赛双打冠军 得到了冠军回国 昨天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见面了 侯友宜除了勉励她 也公布了新北的运动中心要再进化 规划复合运动场馆 希望之后有更好的作品可以带回来 新北市长侯友宜跟网球好手许静雯交换礼物 刚在伦瑟斯顿女网赛双打夺冠的许静雯 还特别送纪念品给市长 而侯市长赠送耳机 希望许静雯打球之余 可以放松心情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今年22岁的许静雯 2月刚跟张凯真在伦瑟斯顿女网赛 直落二击败对手夺冠 是两人合作职业赛第二冠 下礼拜又要到日本比赛 澳洲回来其实准备也大概有三个礼拜 所以其实算是蛮完整的一个训练 所以就是还蛮有信心的 新北市体育处或是新北 不管是哪个单位 其实我觉得就越做越好 就是从我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关心我到现在 市长公布新北运动中心再进化 将盘点开发据点 规划复合运动服务场馆 满足全民运动及竞赛选手的训练 已经有完成13座运动中心了 目前在规划到16座运动中心 要求提出像板桥人口比较多的地方 甚至新庄和13重 能够集灭的地方 我们的运动中心 在人口达到一定的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再兴建 那这个都在评估当中 新北市也关心退役选手 将启动选手生涯规划计划 免连美和选手制学校社团 运动中心担任教练 运动指导 提供选手更多发展 民事新闻杨阳陈伯安台北报导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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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